饭店工作人员挤在门口 就看他们各个使劲吃奶力量 就想把这门给关上 只是外头的风实在太大 五名成年男性组成人墙 用肉身苦推 才勉强能抵挡强风 灌进饭店 台风山徒儿从高雄登陆 平均强阵风达到12级 整个市区首当其冲 路上被吹得一片狼藉 就看着路旁的银架直接倒地 凤山区的马路还出现 名副其实的移动厕所 在路上飘来飘去 路数也抵挡不了藏风 一整排连根拔起 知名打卡点安全帽数 同样无法信念 百年老树被风吹翻 看看它的根部已经和土壤脱离 头重脚筋砸重后方骨错 高楼住户玻璃破着破 一楼的铁卷门也被风吹 飞到炸裂随着风飞呀飞 台风天民众很依赖的超商 也成为受灾户 窗户碎掉门框直接硬生倒地 而这一处位在中华路上的商场 挑高梯梯 玻璃被风吹到爆破 就看外头还不断有东西 从天降落 小港区这一间经营20年的老餐厅 周宇鹏全掉下来 排烟管散落地上 对比原来的街景图简直成了废墟 而这一处小港区的工地 警卫室也不敌强风被吹垮 整个警卫亭90度侧翻倒地 里头还有人 一名警卫跟着翻滚受困其中 而风实在太强 还得要有一人帮忙固定 警察才顺利把人给救出 镜头转到人舞区 这冰凉滩原本好端端的摆在店门前 但下一秒马上被吹翻 180度翻转后 直接顺着风往大马路 离家出走 里头的纸张管它是发票 钞票 全都天女散花 不止风强 雨也很大 民众陪下家里附近的工地成了池塘 而果冒社区的马路也成了小河 淹过汽车半个轮胎高 台风才刚登陆 没多久 已经让南台湾 见识到山土尔的威力 明星文 三好报道